嗨! 接下來申請入讀理大設計的同學 你們很快就要網上提交作品集 這條影片就會教你們如何砌好一份設計作品集 即是瀑布 好! 讓我們來看看自己有什麼作品 但面對這麼多種不同種類的作品 真是不知如何開始好 那又不用緊張的 讓我們一步一步慢慢來吧 首先我們講一下作品集對老師來說有什麼作用 透過作品集我們可以理解到申請者不同的能力 例如設計思維、表達能力、創造力、藝術天賦和觀察力 由於每位申請者的能力都不一樣 好的作品集就可以令老師更加了解自己的特性 在眾多的作品中 我們可以分為幾種 設計創作、藝術創作、多媒體創作 如果你有其他與創作相關的興趣或者技能 例如畫作、手作、攝影等等的作品 也可以放進去 然後選五至十項你覺得最具代表性的出來 但要留意整體作品集是偏向藝術那邊 還是偏向設計那邊 記住!你們是申請入讀設計學科 設計相關的作品固然比注重藝術的作品更加重要 有了大概方向以後 我們就要看下怎樣砌一份澎湖 出片 Finalyn Jing 感谢观看